嗨 这是安安 现在版的默默三千的爸爸妈妈 为了安安已经退休了 我应该是这个群体里面年龄最大的妈妈 我今年是45岁了 我不是有太多的时间来陪伴孩子 但是我更享受从小一直陪伴孩子的这种过程 所以我毅然决然地就出来了 安安长到五岁之后 我想他去锻炼锻炼 我们决定搬到了浙江湖州这边 体验不同的这种生活 是谁 这都是谁的 我感觉他要拉帮结派了 那给你的 是你的吗 是你的吗 我先进 他主动跟他交流 这个呢 这不是我的 我这是榜样子 这个 我这是这个 懒懒和宅宅 跟威力时间有冲突 他现在想迅速地跟安安建立一种 亲密的朋友关系 但是好像没成功 我在这边 你在那边打 来吧 他们三个迅速地玩到一块了 对他们三个了 威尼又没有在一起 其实威尼在努力地想要跟别人交流 对 没有学会这种女人交朋友的正确方式 我突然感觉他自己特别孤独 有一个人叫 黄晓桃在这儿叫 我是黄晓桃的妈妈 我今年28岁 带孩子嘛 经常会有时候抓狂的时候 如果我一天都跟他在一起的话 发火我会尽量控制在三次以内 有一次小桃有一个作业要背 就重复了很多次 都没有记下来 我就很发脾气 那时候都已经耗到12点1点了 我是一个强迫症患者 就是完美主义者 就一直让他逼他一遍遍的 一遍遍的 他就是背不下来 后来我就气了 没有办法我就抽自己 没有办法我就抽自己 他每次就是到那个地方 他又说撤 我就给自己塞一把的 然后小桃的表情就变得 特别地惊恐 妈妈妈有没有 经常批评的事情吗 不是批评 但是打的 妈妈怎么会打的 是我说出事情了 妈妈妈妈很生气 所以就打我 给孩子造成心理压力 对 妈妈的这种做法 其实是我不赞成的 她到底对小桃带来了什么 我其实不是特别地清晰 其实带小桃来这个节目 我是希望能够对我自己的教育方式有一些改变 因为孩子的成长是太多元太复杂了 所以我想来学习一下 看清楚 就这么高 让我弄 哇 我的很高 我的还比你高呢 这个更高 你看 好高呀 你输了 你输了 这你的眼睛 交换球 你看 你看这个小桃在收拾呢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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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把那个吊在地上的书一本一本的 王丽姐 她在干嘛啊 我女儿在收拾吗 对啊 你女儿最乖 我还特别好奇呢 我特别想问 是不是在家经常收拾啊 在我面前不是这一面 她在收拾我儿留下来的烂躺 在我面前她没有这一面啊 是吗 我以为她是个不会收拾的孩子 好奇吗 耳如目染 你经常收拾她 都看在眼里 在我们的观察的画画的过程中 发现她是一个秩序感很强的孩子 所有的笔帽 掉下桌子下面去的时候 她都是要把它捡起来的 孩子们中间总会有出现一些榜样的 有这么一个榜样存在 就会带动整个集体 恢复到一种向上有爱的这样一种环境中 都在帮着把东西整理起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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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